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自己在跟万安就是在之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的熟 接触的过程里面 我就感觉到说 他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 因为他一向给人就是非常的阳光 但是又很有智慧 那么很温暖 对人很关心 而且他每次都是很有礼貌 黄大哥这什么 然后呢 但是他又给人一种 充满一种正能量的感觉 可以说是理性与感性兼具 我相信大家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等他后来从政 变成立法委员 然后这一次又出来竞选台北市的市长 我觉得这个是蛮natural的 蛮理所当然的一条路 那不知道就是说是 不知道说这个从政这件事情 是您的这个 从以来的这个规划 人生就有这个规划 因为这个就像美国的甘乃迪家族 这样子一路下来 您等于而且我知道您在政大的时候 念的是外交跟法律 那又是跟现在的看法律人 我们的很多的总统都是学法律的 小英马英九都是 陈水扁都是法律 那然后呢你又去念外交 是您一路以来就有这个规划 还是说是后来怎么的歪打库装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谢谢总裁 那总裁刚提到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记得刚从美国回来 我跟总裁就有非常多共通的语言 过去总裁也在Seacon Valley来过 所以我们就对于新创科技 还有企业并购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对 那刚刚总裁提到 就是是不是从政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规划 其实完全不是 因为我从小就有很多的梦想 我想当 我其实有想当厨师 是吗 那您是美食家吗 我爱吃 但是真的不是很会做 保持的很好 但是我真的以前有想过想要当一个厨师 我有试着去学 包括以前看食物到现在在YouTube上面 看很多影片 自己新手下厨 那后来我也有一段时间想要当运动员 因为我国中是篮球队 然后以前也是田径队 我自己觉得我好像运动身心还不错 但是后来当然也因为各个方面 就觉得当运动员可能还是离这个目标太远了 所以其实后来决定念外交跟法律 其实就很希望说未来培养一个专业 那会学法律主要 以前看很多美国的影集 那觉得说哇美国的律师都很神气 有一个叫LA Law 还有一个是巴斯顿 叫波士顿什么的 巴斯顿 Law 还是什么之类的 都有好多这个影视 那统裁也知道 都相信也很喜欢看 他们拍得非常好 然后到最近有几个影集像Suits 也拍得很不错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目标 希望能够成为想滔滔熊变的律师 可以非常神气 而且很有正义感 能够帮弱势争取权益 帮他们辩护 所以一开始真的就是设定这样的一些目标跟梦想 所以完全没有想说要套入政治 那之所以会选择走政治这一条 是用201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 然后参与很多政府的修法会议 那我每次参加会议之前 我都会做很多的功课 把过去我实际处理的案例 还有最新的法规 带到会议上面大家讨论 但您那个时候是个律师 您参加修法会议是别人请您当顾问吗 他们就希望邀请专家学者 其实会议上面 像小工厅会一样的 对 那当然有官员 有会计师 有教授 然后有律师 那我的角色很特别 主要是因为 他们觉得有一个国外实务经验的律师 他了解新创的这个产业 所以他们希望说 我来分享 然后介绍一些最新的法律 那每一次讨论完 常常不了了之 所以让我有跟天也同意 其实我在体制外大声启呼 要赶快修法 让台湾的相关法规跟国际接轨 不如我挑到体制内 担任一个立法者的角色 推动一个好的法案 不只是帮助到我们的产业 更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台湾民众 所以那时候就抱持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就决定参选 而且我那时候决定参选 还要先通过党内的初选 才能进入大选 所以当时我觉得 这是一个机会 我尝试看看 而且当时我也在想 万一这一次初选没有通过 那我就继续在地方持续的经营 蹲点 等待四年之后 还是有机会 所以当时没有把握 是百分之百 一定可以通过初选被提名 但是我觉得 你当时的环境 还有我当时的年龄 我觉得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很令人感动的 就是说因为您刚才 特别是您刚才讲到 你在体制外到体制内 您看到这个社会上 有些现象 您可能会有一些感到无力感 或觉得有些不公不义 但你希望说能够参与 有更大的力量 能够来改变这个体制 所以您让我想到 就是说最近另外一个 台湾的第二点 我想你可能知道 就是美国现在 巴士顿波士顿的市长 吴米 米歇尔乌 那他很有名 他是他比您还小 今年就38岁 他在今年选上了 巴士顿的市长 他是哈佛的这个Law School 那个这个你也是很好 是宾州大学的法律 说这个法律博士 他是哈佛大学的法律博士 那么他的话 就是因为他当时 他的母亲后来得了 他是人生的精英 他母亲得了忧郁症 所以他后来发现 要帮他母亲的时候 这个决定说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社会 关怀的角度上 能够让他来这个从政 那您呢 就担任这个立法委员了 就是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那这个当立法委员 你也做的有声有势 这是我们人气非常高的立委 那这个但这一次呢 又想从这个立委 站在一个监督别人的角色 自己到第一线来 就是代表国民党 竞选台北市市长 那您的初衷是什么 我出生在台北 念书在台北 成长在台北 所以我对台北市 非常有感情 我从国中 四大附中国中部 到建中 然后到政大外交系 法律系 其实这一路走来 我像看到台北市 它整个的发展 那当然后来出国念书 这中间每一次暑假 或是中间有空档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能够回来也感受一下 台北发展的进度 那这几年当然感受很深刻 2013年回来有机会 继续担任律师的工作 协助台湾很多新创团队 也了解到整个 台湾现在产业的发展 相关的法律规定 到后来进入立法院 实际参与民意代表的工作 那这几年当然感受到 台北相关的建设 相对迟缓 我相信总裁 或是各位观众朋友 也可以感受到 包括这七年来 台北市人口流失了20万 这是一个 警讯 表示台北市留不住人才 我们很多年轻朋友 往外移 很多到新北市 不管是 中永和 汐止 林口 甚至有的到 新竹 桃园 都有 所以我想 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 台北市 其实 过去我们都非常引以为傲 都已身为台北市民 感到光荣跟 骄傲 但在很多客观指标 我跟总裁分享 比如说 几个媒体 他们对六都市民 很多的调查 那市民对于这座城市的 光荣感跟幸福感 台北市都敬陪莫作 然后包括经济学人 今年有一个报告 对于全球各个主要城市 移居城市的评比 台北也 53名 那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跟去年相比 下滑了 20名 所以在在显示 台北市在很多 各项的评比上面 是比较落后 那另外还有一个调查是 日本 生纪念财团 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他们就发布了 城市实力的排行榜 那48个城市里面 台北排名 第39名 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 来反思 到底台北 怎么样能够重新站上 国际一流大城市的行列 那这个是我一直 很希望能够未来 将台北市 带往这样的一个方向 是 那您讲到了这个重点 台北市有过去 有光荣的历史传统 也有很多的人才 那现在似乎面临 人才流失 我们以前讲的是 台湾的南部 人才北漂 对 现在台湾的人 好像有点难漂 但不一定漂漂到高雄去 但至少是发生到 他们现在叫做脱北 脱北 脱北 这个跟这个北韩一样脱北 所以这个脱北的这个现象 变得很严重 就像现在香港人 像香港现在也是因为 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 也是很多人才的流失 对 那么您看到了 就您要怎么重征 您要怎么样重新插亮 台北市这座城市的招牌 您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做法跟证件 您觉得是可以让台北市 重新走到一个不一样的 并且光荣的人民既幸福 然后又有振奋的成长的 感觉的轨道上面 好 再谈怎么样能够带领台北 大部分往前迈进 甚至站上 国际流大城市的行列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也要了解台北市民 基层民众的需求 跟想法 比如说 我刚也提到 在矽谷工作那段期间 大家都觉得 哇 好像人生胜利组 一路顺遂 念书 工作 又到 Winston Nonsini 各位不知道 这是矽谷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 我之前跟他们合作过 把很多的这种矽谷的大公司上市 Winston Nonsini 但是 总裁 或是很多官方朋友 也许不知道 其实 当兼容海啸 2008年的时候 我遭遇到了 很大的冲击 我被裁员了 您也 您都被裁员 所以那时候我面临失业 那失业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那时候也的确收到加州政府 他们的这个失业救济金 那也感受到其实当失业 你突然失去了收入 你会非常焦虑 也很紧张 因为第一时间我要面对的是 接下来很多的日常开销 包括房租 包括水电 包括信用卡等等 那太太那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跟支持 她那时候在eBay上班 还好她还保有工作 我记得那天我接到通知 晚上回到家 她拍拍我的肩膀说 不要担心 我来养你 我想当然是一个有点玩笑话 但是多多少少也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 其实坦白讲那时候刚被裁员失业 一开始心理上面也很难调试 包括我跟我周遭朋友也很难启齿说 我现在失业了 我被裁员了 那慢慢调试以后才逐渐走出来 然后开始透过很多朋友的协助帮忙 引药去找很多面试的机会 我还记得那时候 大概是我人生 一天发过最多email的时候 我一天大概 哇送出六七十封email 去应征 下一个工作 包括甚至 连China Town 专办离婚诉讼的小型事务所 我都去记忆 最后您找到了哪里 后来还好 我找到在旧金山 Downtown里面 一个中型的事务所 那他们也是处理比较多商务的 而且跟亚洲业务极其相关的 就开始 至少还是借由过去 包括协助新创融资 企业并购商务法方面的事务所 那借由过去的经验 还是可以发挥 所以我觉得算是运气还不错 但至少这段期间 经历一个人生蛮大的低潮 是 所以您也经历过 现在呢 就是说是这个 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 就是白领也会失业的 特别是在科技潮来临的时候 机器人啦 AI啦 取代了很多的这些工作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情形啊 这个就是说是会冲击 我们原来没有预期到 所以有像您这样子一位 很有国际观 也有科技背景的这个立委啊 来带领 在现在这个时候 对于我们城市是很有帮助的 那那个时候呢 您在矽谷呢 就是当时又是什么样子的动机 促使您回到台湾 您当时是本来就想要在 就要回到台湾来呢 还是您的父母亲叫你回来啦 还是国民党叫你回来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那时候我回来哦 单纯就是我跟我太太决定 我还记得我和太太有一天 我们就坐下来谈 我们要继续来美国 还是要回来台湾 因为最主要当时我们的老大 第一个孩子 大概两岁多三岁 我们准备想要送他去 悠悠班 然后上学 但我们也知道 当孩子上学 进入美国教育体系 大概就会一路这样走下去 那时候要再 举家搬回台湾 就不容易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关键决定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跟太太就 第一个 我们决定还是希望让我们孩子 母语可以说中文 我们周遭很多朋友 他们孩子在美国一路念念药大学 基本上就是 变成了一个美国人了 不会说中文 对 那第二个 因为当时我和我以前的同学 我们自己开了一个事务所 那越来越多客户在亚洲 也常常出差 不管是到香港 到新加坡 到东京 或回到台北 所以后来工作上 我们觉得 其实在台北设一个branch office 一个分锁 其实也蛮符合我们工作上面的需求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 我们就决定 2013年搬回台湾 所以没有所谓 家人 或是谁希望搬回去 完全就是 个人 自己的想法 来决定搬回台湾 所以2013年回到台湾 我们还是 我还是继续 担任律师的工作 那协助台湾的新创公司 科技团队 帮助他们一样 跟国际的创投投资人 来 接轨 接轨 然后帮他们募资 谈判 然后处理很多法律的事情 是 那那么呢 现在呢 这个 讲到这个科技 我有一个这个 很奇妙的感受 因为呢 我们现在讲到台北市的定位 现在呢 台北台湾啊 就是从南到北 好像变成了一个科技岛 中部有中科 台南有南科 高雄现在台积电也去设厂了 有高科 最近我看到什么 嘉义也要搞无人机 几乎每一个这个城市啊 它都在找一个科技的定位 而且都是想 每一个城市几乎都喊出来 5G 什么AIOT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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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漫步在所有的这个 人心和所有的城市的定位当中 对 但是呢 台北市呢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能让台积电 或者让友达跑来再设一个工厂 所以台北市如果在您看来 这未来的话 发展的愿景又是什么 当然我们跟国际的这个接轨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台北市的定位 所以我觉得未来台北市政的规划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概念 就是相信专业 公司协力 刚谈到 比如说 很多科技公司 我们到底是 是不是要 跟其他 无都来竞争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投资 或是 产业的进驻 对 不过很多外国的大公司 是这样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际公司 对 Multinational Multinational 他们能够来台北 这个是未来一定是努力的方向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觉得未来在整个市政规划上面 要导入创新的思维 举例来讲 其实我最近接触到很多年轻朋友 他们很关心的是 台北市的整个市容 城市美学 这是年轻朋友很关心的 所以我也在想 未来怎么样 把设计跟美学的概念 导入在我们的市政规划跟服务里面 也就是说大家谈很多城市美学 并不是视觉感官上面的优化而已 我觉得它很有设计感 一致性 但我觉得更重要是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以及在市政规划跟服务 比如说在交通 在建筑 甚至在我们食堂区的夜市里面 像嘉义市 之前他们就跟设计团队合作 他们是研究院 对他们夜市的标示 夜市地图 做一个重新的设计 甚至规划整个动线 让市民体验更优化 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以来做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那另外还包括 融入在交通 比如说我们在 捷运站的规划上面 除了说我们在购票机 服务中心 可以做一个更优化的设计以外 我们其实要以市民为中心 导入服务设计的概念 service design 是什么概念 就是让市民的体验 是更有效率 更方便 更舒适 比如说我是一个 特别市民 我想搭捡运 今天我到中山站 当我想要买票的时候 我的动线规划 是不是觉得让我很舒适 很方便 买了票 然后到进站 BB进去 到如果有问题 我要询问服务人员 整个journey规划 让设计者实际去体验一次 到哪一个环节发现痛点 我们就解决 所以我觉得未来 整个市政规划 导入交通 导入建筑 绿建筑的设计 导入日常生活 等等 甚至教育 比如未来台北市相关的学校 我们以小学为例 是不是很多教室 还有司令台 餐厅 福利社 整个规划 我们是不是除了更有设计感 而是让孩子从小体验 整个设计思考 还有城市美学 把它融入在生活里面 这些都可以来做 这也是我在矽谷 我所学习的 比如说Apple 苹果 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纯硬体科技公司 它不断转型升级 我相信 大家知道 它的设计团队 也是让iPhone之所以今天这么受民众所喜爱 所以我要谈就是说 很重要就是未来对于市政规划 我希望有创新的思维 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未来整个产业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受疫情影响很大 包括观光 包括连带周边的住宿餐饮商圈 因为这次疫情 他们整个没落下来 但是接下来 当我们期待国门开放的时候 展开双倍迎接国际观光进来 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台北市政府有没有协助他们 或是一个很有愿景 很有长远规划的一个计划来帮忙 比如说我在美国有参加South by Southwest 每一年在Texas Austin 他们有一个这么盛大的活动 SWSX South by Southwest 现在也变成美国的年度的非常大的音乐节 总裁知道 所以其实它最早是一个音乐节 然后融合电影多媒体 到现在它变成新创科技 不只是音乐会 而且还有新创科技 就像您说的 每年在一年一度的年度的盛会 聚集在一起 很多重要新的产品发布会 都在South by Southwest 这个盛会里面展示 所以也变成 包括很多台湾年轻朋友 他们就是看直播半夜的时候 关注现在新的产品 新的服务有什么 然后它整个活动为期甚至超过一个星期 到九天十天 所以未来台北市绝对有这样的条件 应该要举办每年这样的大型的会展或盛事 而且成为国际指标性的 大家都知道 每一年这个时候就要来台北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说 未来我们摊开世界 就是说国际的这个形式里 我们叫International Art Calendar 艺术形式里 有没有办法在台北 put in this map 在这个形式上面可以找到台北 比如说每一年我们看到 比如说下一年度 翻开这个形式里 每年三月我们可能要到东京参加一个大型的会展 九月份我们到伦敦 也许十一月份我们到马尼拉等等 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 每一年几月份哪一周我们会安排到台北 台北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意 所以未来我很希望说 一定要透过这样大型会展跟活动 带动整个产业 以及拉台周边相关的商机 包括观光 旅宿 餐饮 商圈 带动整个台北市的繁荣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等于是万恩刚才讲的很好 就是把台北重新放在这个世界的地图上 很多人他每年都会有一个形式里 比如说我到波士顿参加马拉松 我到这个东京或西班牙 有一个5G的展览 那台北有个什么展 当然台北的话 过去几年台湾有那个大型的电脑展 这个IT的展 但是应该 there must be 应该更有其他的 这个事我觉得很好 我接下来一个问题 想要讲到这个世代之间的差异 就是我很少看到一个候选人 像您一样 您能够同时把两个极端 老人家很喜欢你 我认为了很多的长辈 他们说我好喜欢 讲万安 谢谢 那另外年轻人也很喜欢你 就假如说您顺利当选的话 我想您大概是 应该是台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市长 就是你很难的同时看到一个 就是有这个那么的广的这个appeal 就是能够这样子的族群里面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的问题 就是台北现在当台湾目睛 迈向一个超高龄的老年的社会 那另外呢就是那台湾的年轻人 现在这个也是有很多少子化的问题 就很多台湾 所以其实两头夹在中间的人 反而是拉涂两头烧 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教育 那我想问您的就是 一方面是对老年人 你有一些什么政策 另外对一些年轻的人 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政策 给他们的鼓励 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在台北市 我希望未来打造成一个 共荣 共好 共创的城市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希望让不同 年龄层 不同世代 不同族群 大家在台北市 大家能够共荣 打造一个宜居的城市跟环境 好 这个是我的目标 那怎么做呢 具体来讲 好 最简单 大家来到台北 面与到居住的问题 年轻人为什么会不断的外流 很简单 因为在台北居住大不易 物价很高 当年轻人刚毕业出社会 甚至现在台北 租房子都很困难 更不要讲奢望买一个小套房 像我接触到很多年轻朋友告诉我 现在台北市 租房子 八坪的雅房 可能都要八千到一万 八坪的套房 可能都要接近一万五 对 我碰到很多年轻人 他就是到新北市 或到桃园 他比较便宜 然后搭监运或坐公车进来 但是 其实想一想 这也是蛮心酸 对年轻朋友 我连在台北 我要租个小小的套房或雅房 可能都占掉我每个月薪水的 一半甚至超过 对初入职场的年轻朋友来讲 所以居住的问题 我有提出一个叫做轻盈换居 不是轻盈共居 什么意思 轻盈就是银法族 轻盈换是哪一个换 交换的换 交换的换 交换居住 所以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就是未来台北市 比如我们现在盖社会住宅 那他旁边附近 一些老旧的公寓 可能住了行动不便的长辈 像很多老人家在四五楼层公寓 可能住四楼五楼 行动不便 他就不但愿意出了 对没法爬楼梯 因为没有电梯 那未来我们社会住宅盖的时候 保留一定的户数 给住在旁边的老人家 能够进住 未来他们有新房 同时有电梯的大楼可以住 对他们讲很方便 那同样他们所释出的老旧公寓 经过政府整修 或是更新之后 包租贷管 出租给年轻朋友 透过合理的房租 年轻人进来 对四五楼他们 可以不需要电梯 爬楼梯他们 可以接受 但最重要 他可以租得起 透过这样的方式 创造双赢 那很重要一点是 现在台北市政府 他们三月份有开始在推 但是他们是被动 也就是被动的 等人家来申请 但我的做法是 第一个 主动出击 我们透过委托民间的团体 很多像崔妈妈 或者像朝韵 他们主动去媒合 去介绍说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 一个经营换剧计划 告诉长辈 未来在旁边 会有一个社会住宅 甚至带你来参观 会有什么样的设施 有电梯 同时很重要 是跟老人家来讲 并没有离开 你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 很多老人家 他不愿意换 是因为他怕 我如果搬到其他地方 我不了解 那样的居住环境 会陌生 我不喜欢 但事实上 我们的规划 就是在同一个区块 在他周边老旧公寓 所以我想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真的 达到预期的目标 真正做到 年轻人 能够住得起 老人家有电梯的大楼住 然后不改变 他们原本的生活习惯 然后创造双银 我觉得这也同时解决 没办法爬楼梯的老人家 同时年轻人 也可以留在台北 是的 所以这样创造双银 一直是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 共好 共创的 一个生活环境 非常的好 就是说是两个 不同的这个族群 老年人 年轻人 其实这个是 反映了台湾的问题 那所以任何一个市长 就您刚才讲的 一定要address 一定要能够提出 解决的方案 我接下来啊 这个想要提的 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刚听到 你好像讲到绿色 这个绿色 我讲的不是民进党的绿色 我是指现在的ESG啊 这个绿色 现在变成全世界的 一个显虚 我们现在看到啊 就是是地球生病了 哇 这个这个酷热 严寒 洪水 风灾啊 这个 今年 这个欧洲热的不得了 到处是这个火灾 那另外台湾的 这个就是 缺电 台湾这个就是 现在已经不是 小动物可以解决的 从北到南 一天到晚停电 然后呢 这个也不 也没有达到 碳排也是非常的严重 企业都没有去做 从长期来讲 这个是一个危机 但是这个就是 您 您今天将来 作为一个市长的话 要怎么address 这个ESG 这个绿色 环保 永续 这些 非常迫切的问题啊 以前大家可能不重视 但是将来 我们再不重视的话 他会 反刺我们 对 夜市绝对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努力方向 我觉得 大家都在谈 2050 近零碳排 现在 不管是 联合国2015年提出 就是巴黎合约 然后到现在 世界各国 甚至各主要城市 也都订定了 近零碳排的目标 甚至提前 有些到2030 希望达标 那同样的 我觉得未来 在很多 朝向近零碳排 目标前进的路途上面 台北市 我们当然从交通 从建筑 绿建筑 到日常生活 餐饮 我们都希望 尽速的来 降低我们的碳排 甚至在中央 我在立法院 我也有提出 气候变迁 因应法 修法的版本 特别这部法 的版本 就是希望 能够尽快加速 因应 气候变迁 这样的局势 在台北 绝对 我觉得 把这个 旗程拉前 我们一定要提前 达标 我们绝对有 这样的条件 跟优势 举例来讲 其实交通 台北市有在 推电动巴士 但是推的速度 比预期的 要落后很多 为什么呢 我有实际去了解 我也跟很多 公车业者 还有第一线 厂站的服务人员 聊 他们说 因为 要改电动巴士 当然大家都很 都很期待 也都是朝这个 共同目标前进 但是 现实面 比如说我们 一台电动巴士 提到 回到厂站 要停放 要充电 那每一台充电 你就必须要有 充电桩 那充电桩 平均下来 要增加 十平的空间 那 现有的厂站 当然不复使用 比如我可能 原本提放 十台的 你现在可能就只能 停六台 比方讲 那台北是寸土寸金 怎么办 如何去找到这样的空间 那就要 大家要协调 中央也要协助 比如说 除了空间 还有供电的问题 所以 未来双北合作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区域治理 所以我也提出了 未来双北会成立 公共运输委员会 大家就很多交通议席 不管是捷运 公车路线 甚至电动巴士 场站的共享 我觉得这都需要大家 共同好好的 好论 来解决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希望 能够 全面的电动巴士 来解决现在 静静碳排 大家所关注 气候变迁的议题 达到环境保护 那另外 比如说建筑 绿建筑 我们也希望 未来再推动 不管是路式更新 或是新的建案 我们都会要求 他们有一定比例 的绿色建筑 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我们才可以透过 很多政策诱因 吸引他们 来导引他们 多多的来盖绿建筑 甚至 未来我也希望说 将建筑美学 导入都市更新 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在很多 台北市的 都市更新的建筑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纳入 美学 设计 甚至在 整个设计思考的 导入之下 不只是让整个外观 视觉上觉得好看 而是让整个市民的体验 能够更全面 更好 我想这个就是未来 我们希望达到 整个让市民感受 这个城市 是符合国际标准 有达到ESG的目标 甚至联合国的SDG 我们也希望企业 能够一起响应 我想这个是一个进步城市 应该追求的目标 是 您刚才 这个 我听了就很有感 讲到美学 因为我也看到一些 网路的这种报道 像有些中国大陆的人 当然以前两样交流 比较多 到台湾来 觉得说台湾 台北怎么或者 觉得是个蛮丑陋的城市 蛮ugly 就是 就看到 就是看不到一个 就是爽心悦目的建筑 讲来讲去就是101 但我们已经20年了 现在还在讲101 但这个过去好像就没有什么 新的建筑出来 所以你刚才提到一个 就是美学的思考 这个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把这个设计思考引进来 那另外呢 您刚才大概有提到的 这个点 就是说除了绿色以外 另外呢 现在因为各个城市 都在讲AI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AI 智慧融入到这个里面 这城市的每一个环节 像您刚才讲的电动巴士 智慧交通能源 智慧能源 智慧建筑 甚至政府的运作 是这个智慧政府 就是smart city 因为现在每一个都在讲 smart smart 但这个smart 并不是你有这个半导体厂 你有2奈米的晶圆 这个就是smart 这个smart是要落实到 整个的城市的 方方面面的治理上面 那您有什么看法 因为您毕竟是一个 在矽谷工作过多年 而且也是以一个 有非常的 刚才讲的创新思维跟观念 所以您要怎么样 把这个整个的 这个smart的观念 除了要这个城市 要美丽以外 但是也要 也要 也要smart 既要有理性 也要有感性 您有什么看法 好 像最近我也碰到很多朋友 他们对于台北市 交通的问题 特别不管是停车 塞车的问题 像就有一个 朋友跟我建议 他说台北市现在 要推这个智慧电感 智慧电感 那台北市的确 现在有在几个路段推 但是还没有 很扩大或全面 那他建议就是说 这个未来 其实可以解决 很多交通的问题 比如说 智慧电感 它可以 路边 我可以 停车就自动缴费 我就不需要再 有人工开单 现在虽然说 可以透过 一些电子支付来 或上网来缴 但是未来智慧电感 可以直接就是 缴掉 解决很多 民众缴费的困扰 另外他也可以 就是说 管控整个停车的 位置 甚至在尖锋时段 我就可以 特定时段 不要让这个 路边 都停放车位 这停车格就全部不能停 那另外 离开尖锋时段 就可以开放 他可以 智慧的掌握 整个停车的状况 然后收费的时段 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 可以解决 交通拥塞 甚至大家停车位 不好找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 像我 这阵子有提出来 公车预约 当然大家 网络上面讨论很多 也有善效 但其实大家 扭曲了 其实我们当时 提出的一个原意 就是希望在 针对特定对象 特定路线 特定时段 特定对象 就是谈到的 比较弱势 第一个 身上朋友 行动不便的长辈 可能坐轮椅 还有包括可能 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爸妈 其实我有一个市长朋友 他就跟我讲 他搭公车 常常会 被很多公车错过 他说他一次 最多记录 有七班公车错 就是离开 他没有搭上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很多人会说 这个你要预约 他们不方便 怎么克服 对于这些朋友来讲 这些我们都可以用 科技 APP 来解决 把整个系统整合 让这些他们 有需求的人 甚至比如说 班次比较少的 这些路线 他们希望能够 事先透过预约方式 公车能够过来 搭载他们 那更重要的是 这些背后所收集的数据 是可以让我们未来 在规划路线上面 能够更优化 真的符合 市民朋友他们的需求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包括很多人说 那未来公车上面 这个位置 我怎么知道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被预约 我到底能不能做 这些当然可以透过 很多系统整合 包括 车上 他可以同步的显示 告诉说 这个车位 接下来在哪一站 比如台北车站 到市政府 已经有人预约 在A1座位等等 其实技术层面 科技都是可以来解决 那真正的概念 是要帮助到 我们也应该要想到 许多弱势朋友 他并不是像我们一样 其实公车来 我们都可以挤得上去 他们是有特别需求的 所以这个 您刚才提到了 就是用这个智慧 其实用AI 这些新的科技 如果我们妥善加以运用的话 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 这个是最有意义的 因为您刚刚讲到科技 我就想再回到 跟您的这个背景 非常相关的 因为您当年在矽谷 那我也是在矽谷 我Stanford毕业的 然后在矽谷 也工作过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矽谷 有很多的新创 就是那矽谷又跟旧金山很近 你也在旧金山工作过 那么这个就是 那我们现在台湾一直要讲发展新创 您回国以后 也其实积极地帮助很多的年轻朋友 做新创 但是台湾呢 好像就是说是 就一直没有办法 很成功地发展新创 独角兽 我记得在今年稍早的时候 我们曾经在一个研讨会里面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讲 SPEC 特殊目的并购公司 这是美国前两年 最红的一种上市的商品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你在致辞说 这个我在十年前 我就做过SPEC 我说哇 这两年才在讲 哇十年前就开始做了 实在太厉害 但是你拉回到台湾 你看到今天台湾 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他有满腹的热血 有暴富 有很多的创新的才能 但是他们的新创 这些公司 或者他们想要创业 却一直碰到一些挫折 好像不是那么的顺遂 不管是资本市场 或者是整个的一个环境 没有办法提供他们的助力 那您觉得这座城市 将来怎么样 可以帮助年轻的朋友 在创新创业上面 更能够做得比较顺利 总裁其实很了解 这个现在台湾很多新创团队 所目引到的问题跟困境 其实刚谈到 以SPEC为例 当然因为GoGoro的关系 台湾大家讨论很高 对 GoGoro到美国去 透过SPEC上市 不过上去以后股价掉下来 对 然后大家就发现 这两年好像美国 非常盛行用SPEC 其实真的很早 在我那时候还在美国 就已经实际处理过SPEC 这样的案子 那我要谈就是说 像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2013年回台湾 我一直很想把 在矽谷他们募资的一个方式 叫可转换载 convertible debt 或convertible note 希望能够在台湾能够 引进来 引进来 或是让大家可以运用 但好像到现在都还是 比较大家不太熟悉 我举这里就是说 其实很多新的观念 或在美国很早就在 使用的这些架构 或者投资模式 在台湾在推行上面 是有困难 就很难跟国际接轨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卡在法规 法律规定上面 真的没有办法 让他们能够有 这样弹性的操作 那当然就降低 很多希望公司 募资的可能性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那时候刚回台湾 协助台湾一个新创公司 他得到了 外国一个韩国创投的青睐 要投资他 后来这次新创公司找到我 然后他说 投资人跟他讲的第一件事情 要把他现在的公司移到境外 对 做一个境外架构 有个海外的holding company 对 对他 他就百事不得其解 为什么 那当然我就跟他解释 因为投资人希望 比如说他能够设在 不管Kamen Island 或BVI 那边的法规 是投资人所 熟悉 然后比较信任 所以都会要他们先 移到境外 成立一个境外架构 但是 对希望公司来说 这就是一个成本 投资人说 时间对我讲就是金钱 我没办法等 很抱歉 所以这个投资人就没有成 我觉得非常可惜 后来这个韩国的创投 他去投资了另外一家 新创公司 其他国家的 我也不讲 但是做相类似的产品 跟服务 所以台湾的法规 其实如果再不尽快 跟国际接轨 会有保有更多的弹性 会让很多新创公司 面临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今年我们看到 是法律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 所以像您一个 就是懂科技背景的一个 就是您可以 就是说把这些法令规定 做一些修改 或者让它更便敏 才能够协助这些新创 在这里面的一个环境里面 着长壮大 对 那另外我提一点就是说 对于台湾的新创团队 或者是国际的新创团队 来到台北 其实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看到这几年台北市 的确也规划了很多的新创空间 创业基地 对加速器 加速器 然后把它设计的非常有现代感 模仿像美国的加速器一样 让大家可以有 co-working space 然后可以有免费的饮料 但是硬体有了 但是整个的新创的环境 好像还是没有起来 总裁讲到重点 所以这些都还是留在 比较传统硬体的思维 空间的规划 觉得团队就是需要 有一个办公的空间 我放几个桌子 电脑 然后有设计感 团队进来 但其实新创团队 它需要的不只是如此 更何况现在经过疫情 其实他们也很喜欢 work from home 远去的工作 开会讨论 那他们需要的是 我需要国际的人才 更多的资金 资源的媒合 那这些其实政府 就应该来大力协助 引进 而且克服很多 他们面临的困难 局域来讲 他们希望 有很多国际人才 能够来到台北 加入我的团队 但是这些国际人才来 他可能碰到的 现实面 第一个 住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解决 第二个 孩子教育的问题 很多这些国外人 他来 他可能家人也想一起来 那如果有小朋友 我到台北 比如我住的解决 那小朋友上学 是不是能够 很顺利的进入学校 他受的教育 是不是符合我的期待 这些其实政府 就应该把它 规划好 相关的配套 让这些国际人才 来到台北 能够无后顾之忧的 加入我们的团队 然后带领 我们的新创团队 走进世界 走上国际 我想这个才是团队 他们真正需要的 而不单只是一个 空间而已 人才啊 现在全世界都缺人才 那你特别强调了 国际的人才 非常的重要 因为台湾少子化 老龄化 所以这本地的人才 是不够的 所以需要 从国际引进人才 但台湾 我们虽然有很多 本地的优秀的人才 但其实台湾的人才 可能是净流出 那国外的人才进来 不过因为我们 这个城市 不够国际化 当然有您一样 非常国际化的人 这个海归 回到台湾来 但是台湾 如果长期的话 就是说你要让 像香港 新加坡 甚至上海 就它逐渐变成 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我一直觉得很可惜 像香港现在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香港的人才走了 但这些人才 就跑到新加坡去了 这些其实台湾 我们更开放的话 应该是台湾 我们换个话题 这里面 我就是在报纸上 看到说 您要帮年轻的朋友 其实包括我 解答一下 您将秉持 蒋经国路线的 选战新路线 未来着重组织 扁平化 信赖授权党部合作 重视在地 谈结拦淫营 拥抱民众 深入基层 这个等等的指引方针 您能不能跟我们 阐释一下 这个蒋经国的路线 这个当然蒋经国 是非常清明的 这等等的 但是他的这个精神 跟精髓究竟是什么 他对于您的 将来的施政上 又有一个 什么样子的启发 我想经国先生 对大家的印象 就是情政爱民 而且大家对他的 感受就是 他非常的清明 而且走入基层 所以这也是 我一直以来 秉实的理念 我参与过两次立委的选举 我记得那时候 我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也是靠着双脚倾走 得到民众的认同跟支持 我还记得 当我填表登记 要参与党内初选 隔天 我跟我太太到市场去拜票 我们那时候还来不及做背心 我们就用A4的纸 印讲完三个字 然后别针别在胸前 我跟我太太一起去跟摊商握手 很多摊商看到我太太说 你就是讲万安 也就是说那时候 没有知名度 大家把我太太认成是我 但是 我们就是 也不灰心 我们就觉得没关系 我多走几次 让民众 让摊商来认识我 了解我 也理解我 希望出来为大家服务的热忱 以及我的政见 我的理念 所以的确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民众慢慢 知道 我们选去有一个讲完 要来参选 他想帮我们做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跟金国先生 他的一个作风 很相似 我也觉得这样的方式 也会得到 台湾民众的认同 因为他们愿意 他们希望看到就是 愿意服务的人 你走进基层 你了解我们的需求 你知道我们的困境在哪里 比如说 我常常到夜市商圈 去购泰 我们比如很喜欢到 景美夜市吃铁板烧 然后就有一次 应该是今年 六月份吧 然后我们去 远远看 是不是关门 就不是 是因为没有客人 然后我们去 那坐下来 就跟老板聊 他就说 哎呀现在 这个疫情 真的让他们受伤很重 都没有生意 他就说 经济部现在有推一个 纾困方案 但是他就讲 哎呀这个不接地气 这个不食人间用火 因为那时候 经济部纾困方案 是说 要店家提出一个 行销企划 然后提出来 要经济部审核通过 才会拨款项给他们 他就说我现在房租付不出来 员工薪水付不出来 你现在我还有请谁或团队来帮我你一个行销方案 就还要我去申请 你还要审核过才给我 他说这个 我现在是纾困 你不是应该要直接 对不对 所以我说纾困 最大的三个原则 直接 快速 好申请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 实际去了解 我才知道 他们 想法是什么 后来我也协助他跟 经济部 发文跟他们讲 就说 其实如果这个时间 要给予这些基层的摊商纾困 你就要直接要快 不要在他们还要申请 还要花核外的精力 来拟什么计划 所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真正能够帮民众解决问题 最实际的做法 就是走入基层 听民众的声音 我觉得这也就是符合金国先生 让大家感受到 这种行动式管理 走动式管理 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非常打动人心 就因为从很多的角度 别人会觉得说 您是含着这个金汤匙 银汤匙出身的 你应该 但是您回来以后 却请走入基层 等于是 你到美国去 然后你再回来以后 其实一开始 你并不是自己要走入政界的 然后你 然后你在开始竞选以后 也一再地跟这个民众 这里面接轨 这里面讲到一个 其实又回到一个点 刚才我们有谈过 就是因为您本来是科技 但我们今天看到科技人 就是这个薪水 哇 这个什么 都是五万 甚至大学毕业生 一百万 两百万的这个研究生 两百万的这个年薪 但您刚才讲的 很多台北台湾的 这种中小企业 传统产业 服务业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小吃 其实他们是面临 很大的困境 我们的这个社会 面临了一个 贫富不均的差距 全世界这个都有 有些自己是人生胜利主 您过去也是人生胜利主 但今天的话呢 要走到这里面 所以在台湾这个里面 现在怎么样子 就是说是能够帮忙 这一些的弱势的群体 就是这个 这个变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话题 像您刚才讲的 这些服务 这些等等的 您是不是看到这些 这种贫富的差距 造成越来越大的 这种社会上的一种 不满或者是挫折感 的确特别在疫情期间 我有发起一个爱心带用餐的活动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看到了 有一个单亲妈妈 她从三重骑着摩托车 载着四岁的孩子 冒着大雨 骑骑骑到信义区 台北信义区的一个餐厅 为了取一份爱心餐 我们叫待用餐 就是免费的一餐 因为他不希望他孩子饿肚子 也就在疫情当下 有很多人 三餐温饱都是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店家或餐厅 他推出这种待用餐 就是说 我今天提20份 免费的一碗面 一盒便当 就你有需要的 你跟我讲 我免费提供给你 所以那时候我看了很感动 我就发起 跟店家合作 我赞助你一百份 然后呢 你可以免费提供给 这些有需要的 三层温饱有问题的 弱势的 他来跟你讲 你就提供给他 当然店家们会有一个招牌 那希望达到抛砖引运的效果 也后来的确 很多的店家 还有很多民众看到 他们也希望加入一起响应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在疫情期间 至少我们可能还可以打到疫苗 我们可能至少维持三餐的温饱 有些人可能 勉强维持工作 或是被请无薪假 有些人失业 但有些人是 这个社会安全 没有办法接住 或接不到 没有看到 对 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个机制 我们需要透过机制协助 所以后来我看到 台北市政府 或新北市政府 也有透过工部门的力量 来全面推广爱心待用餐 这样的活动 另外一个 之前我在立法院 有推动的一个修法 是对于身心障碍者 当时有一个李伯伯找我 他有一个唐诗证宝宝的孩子 他就说 法律规定他们每五年 身心障碍手册要换证 他说对他们俩是一个困扰 第一个 李伯伯八十多岁 他说 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倒下了 那谁帮我儿子去换身障手册 如果没办法换证 他所有的福利就会终止 第二个 对他来讲 像唐试证 老性麻痹 见动人 这些是所谓不可逆的疾病 也就是说 每五年他希望做一次鉴定 就如果你恢复了 或健康了 我就不用再给你身障手册 你就不应该再享受 这样政府的福利 但对他们来讲 这些不可逆的 是没有办法回复 所以他觉得应该是 双轨 对于可逆的 我们每五年检视 不可逆的 永久有效手册 我听了很感动 我就帮他推动修法 在上一届 我召开公厅会协调会 质询 但是卫福部并没有接受 没有关系 我没有放弃 因为我觉得对的事情 我会坚持 到这一届 我再次帮他推 终于完成修法 我觉得虽然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是对我来讲是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觉得对于弱势朋友 他们的需求 往往不会被大家看到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最需要 被大家照顾 是的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一路的走来 有没有什么人 就是给了你很大的 这个inspiration inspire you 不管政治人物 就是不管是美国 我不知道 什么欧巴马或谁 或台湾的 也许是蒋经国 也许是谁 给了你很大的启发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而你自己又希望 别人记得您的是什么 您带来的什么价值 您创造的什么价值 您希望作为一位 什么样子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政治就是 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 那我很希望借由 过去我在矽谷的经验 和我学习到 感受到的精神 能够带入到 未来台北市政的规划 跟服务里面 对于许多政治人物 当然欧巴马刚刚总裁提到 我觉得我非常的钦佩 他也是我一个学习的榜样 欧巴马他其实过去 也没有担任过行政首长 他从伊利诺的参议员 到后来成为联邦的参议员 后来竞选总统 但是他不管是相关 健保的改革 或者是移民政策 他其实得到美国民众 非常高的肯定和支持 现在全球大家也非常 怀念欧巴马 在美国主政的时候 他所带给美国的那一段繁荣的时候 那另外 对于金国先生 刚刚也提到 他当然也是我一个 非常重要学习的榜样 他的情真爱民 他对于台湾这片土地的贡献 当时他推动十大建设 盖高速公路 很多反对的民众说 这是盖给有钱人开的 但是到今天 所有台湾民众 都还是在享受这样子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 历史的事实 是没有办法扭曲跟改变 民众的感受是最直接 那另外 有一位 美国政治人物 是Mit Romney 他是共和党 罗姆尼 罗姆尼 对 共和党 以前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 Do what is right Let the consequence follow 他觉得 对的事情 就去做 好 consequence 结果就会 剩下交给结果 好 就是对的事情 我们坚持 我们不要去想那么多 或是遭遇到很多 反对的意见 或外界的批评 但是要坚持下去 一切交给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 会让我 未来在整个 很多政策推动上面 我觉得就是 以民为本 永远把人民 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对的事情 是对人民有利的 我们做就对 是 太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高兴 觉得非常感动 请到我的好朋友 也是国民党的立委 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蒋万安立委 来到我们的节目 透过万安刚才 跟大家的分享 我们看到了他自己 个人成长的一面 从他自己 虽然有这个家族 显赫的背景 但他如何 当年到美国去求学 然后在矽谷 毕业 然后工作 然后服务这个科技 跟新创的产业 到后来又因为 家庭的这个原因 回到台湾 那么就是说 担任这个的 因缘际会的 走入了立委的 这个行业 更关心我们的社会 更来协助 这个弱势的这个族群 那透过他刚才的这个讲 他这一次出来 是希望能够呢 就是说 带来一些创新的思维 台北市是一座 伟大的城市 台北市应该 如他刚才所说 放在国际的这个地标上面 所以他的创新的思维 他的国际观 以及他关怀民众的 这样子的一些的温暖 希望能够为台北市 带来一个崭新的气象 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跨世代的人物 这个是事实 因为我认识很多的 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 长辈 这个我们这些的 中生中世代的人 还有年轻世代的呢 都都都都认识 这个这个万安 也非常的这个支持他 但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是 他必须呢 你也要面临今天的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 当这个 以前我们讲 南部的北漂 但今天台北市 面临了一个 脱北的这个现象 那然后呢 城市里 房价各方面 非常的这个 这个昂贵 非常的高昂 那一方面又有老龄化 又有一方面 又有这个 年轻人 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如何能够带领台北市 以及台北市的住民 走出目前的这个困境 那影响 为了一个新的未来 我想的是 大家非常期待的事情 那我也如同 这个今天的结论 就如同 万安刚才所说的 就是这个 do what is right the consequences will follow 就是对的事情 就去做就是了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也谢谢 万安来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跟他一样 我们一起来做 对的事情 共同擦亮 台北市的招牌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